轩鱼 在 你听仔细了 我现在说的话你要终身牢记 永远遵从 冲儿是被毒鼠所剩 曹丕也是 相府里没有任何奸贼 我的所有的儿子 个个都相亲相爱 亲密无间 这是曹操一生中 撒过最心痛的谎 曹操最疼爱的小儿子 曹冲丸蛇被毒死了 次子曹丕也被毒鼠咬伤 还好中毒不深侥幸生还 现在压力给到了曹直和曹张 到底谁才是 夺敌之争的幕后凶手 曹操为了查清真相 先让三个儿子 为曹冲守灵三天 然后让寻遇给各个公子的府上 都放了几只捕鼠的猫 同时在相府内外 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外加人工监控 唯独灵堂没有安排耳目 三天三夜下来 无罪者肯定困得直打瞌睡 有罪的人 做贼心虚 定然是如座阵阵 石身差不多了 你去看看吧 寻遇吓得直接跪倒在地 这活是真的要命 给再多钱也不能干 在下不想知道这人是谁 永远不想知道 曹操沉默两久 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出马 曹操悄悄走进灵堂 躲在后面暗中观察 只见曹直和曹张 呼噜打得震天响 唯有曹操心神不宁 紧张地四处乱描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曹操救下得如惊弓之鸟 曹操瞬间明白真相 怒火直冲天灵盖 差点忍不住手刃逆子 可家产总要有人继承 偏偏剩下的儿子中 只有曹操最为合适 尤其为了世子大卫 曹操居然谋害兄弟 甚至狠起来连自己都杀 这种狠毒性格颇有曹操风范 曹操犹豫许久 终究还是缓不回到屋中 然后郑重告诉寻玉 冲儿是被毒鼠所生 曹操也是 相府里没有任何奸贼 我的所有的儿子 个个都相亲相爱 亲密无间 为了防止寻玉泄命 曹操再次下达命令 我要你忘掉此事 永远也不准再提起 日后 如果有人敢妄自猜测 不管他是谁 你都可以先斩后奏 杀了他 看着曹操的背影 寻玉心如明镜 看来凶手已经出现 打发走寻玉后 曹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 蜷缩在床上沉沉睡去 另一边 司马懿信守承诺守在曹冲坟前 曹操人不死心 还想拉拢司马懿 那三年之后 先生 愿意做我的师父吗 这事问我无用 公子应该请示丞相 我问过了 丞相 准了 司马懿听后 心头一惊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曹操走后 陈群又来探望司马懿 司马懿却瞬间猜出 陈群是曹操派来打探消息的 不错 丞相一直不相信 你会为曹冲守灵三年 哼 丞相错了 我会的 作为司马懿多年的好友 陈群知道司马懿说到做到 并非因为司马懿和曹冲感情多好 主要是曹冲死了 世子大卫一时间难以决定 司马懿虽然聪明 但也不知道该辅佐哪位公子 所以司马懿要用三年时间观察等待 这份隐忍让陈群由衷佩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足夸